在遥远的西方,一群自傲的神学家、哲学家和智者们聚集在一起,他们对自己的科学手段充满了盲目的自信。 听闻东方智者的智慧,他们决定发起一场挑战,比谁能让天兵天将显现。 他们架起大炮,举起枪支,向着天空疯狂发射,口中还念念有词,妄图以这种激烈的方式召唤出天兵天将。 然而,天空依旧湛蓝如烯,寂静无声,没有任何天兵天将的踪迷。 这时,一位名叫以利亚的东方智者缓缓走来,她的脸上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,上帝怎么不听你们祷告呢? 她的声音不大,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,只见以利亚不慌不忙地拿出令牌,口中念念有词,向天界传达着信息。 片刻之后,天空中风云变色,阵阵雷声响起,一对威武雄壮的天兵天将显现而出,他们身披金甲,手持神兵,气势磅礴。 西方的神学家和智者们看到这一幕,惊恐万分,他们的脸色煞白,双腿发软,哪里还有之前的骄傲们呀? 他们四散奔逃,生怕天兵天将降罪于他们。 而以利亚则静静地看着他们狼狈的背影,心中明白,真正的智慧并非来自于强大的武器和盲目自信,而是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与尊重。